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条 年终考记应以平时考核为依据 平时考核就其工作 操行 学识 才能行之 二前项考核之息目由全序机关订定 但性质特殊植物之考核的是各职物需要由各机关订定并送全序机关备查 第六条 年终考记等级 一年终考记以100分为满分 分甲 乙 丙 丁四等 各等分数如左 甲等 80分以上 乙等 70分以上 不满80分 丙等 60分以上 不满70分 丁等 不满60分 二考列甲等之条件 应于施行系则中明定之 三除本法令有规定者外 受考人在考记年度内 非有左列情形致意者 不得考列町等 一 挑拨离间或乌空滥告 情节重大 经书导无效 有确实证据者 二 不听指挥 破坏纪律 情节重大 经书导无效 有确实证据者 三 待乎职守 基研公务 造成重大不良后果 有确实证据者 四 品行不端 或违反有关法令禁止事项 严重损害公务人员生育 有确实证据者 第七条 年终考记之奖成一 一年终考记奖成一所列规定 一 加等 净本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以达所需值等本奉最高奉级或以续年供奉级者 净年供奉一级 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以续年供奉最高奉级者 给予二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二 一等 净本奉一级 并给予半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以达所需值等本奉最高奉级或以序年供奉级者,尽年供奉一级,并给予半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以序年供奉最高奉级者,给予一个半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三,兵等,留缘奉级 四,丁等,免职 二,前项所称奉级总额,只供物人员奉级法所定之本奉,年供奉级其他法定加级 第八条 年终考纪之奖成而 另与考纪人员之奖成,列加等者,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列宜等者,给予半个月奉级总额至一次奖金 列宾等者,不予奖励 列宾等者,免职 第九条 考纪之比较范围 公务人员之考纪,除机关首长由上级机关长官考纪外,其余人员应以同官等为考纪之比较范围 第十条 年终考纪与进续 年终考纪应进奉级,在考纪年度内以依法进续奉级或在考纪年度内升任高一官等,值等职务移序较高奉级,其以前经权序审定有案之低官等,值等职务合并计算办理高一官等,值等之年终考纪者,考列一等以上时,不再进续 但专案考纪不在此线 第十一条 同官等高一职等任用资格之取得 一个机关参加考纪人员认本职等年终考纪,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职等之任用资格 一,二年列甲等者 二,一年列甲等二年列宜等者 二前项所称任本职等年终考纪,指当年一致十二月任职期间均认同一职等办理之年终考纪 另与考纪及以不同官等职等并资办理年终考纪之年资,均不得于以并计取得高一职等身等任用资格 但以不同官等职等并资办理年终考纪之年资,得于以并计取得该并资之较低官等高一职等身等任用资格 第十二条 办理平时考核及专案考纪之规定 一个机关办理公务人员平时考核及专案考纪,分别依佐列规定 一,平时考核,奖励分加奖,既公,既大公,成处分申戒,既过,既大过 于年终考纪时,并既成绩增减总分 平时考核讲成得互相抵消,无讲成抵消而累计达二大过者,年终考纪应列丁等 二,专案考纪,于有重大功过时行之,其讲成依佐列规定 一,一次计二大功者,进本奉一级,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之奖金 以达所需值等本奉最高奉级或以续年供奉级者,进年供奉一级,并给予一个月奉级总额之奖金 以续致年供奉最高奉级者,给予二个月奉级总额之奖金 但在同一年度内在因一次计二大功办理专案考纪者,不再进续奉级,改给二个月奉级总额之一次奖金 二,一次计二大过者,免值 二,前项第二款一次计二大功之标准,应于施行细则中明定之 专案考纪不得与平时考核功过相抵消 三,非有佐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一次计二大过处分 一,图谋背叛国家,有确实证据者 二,执行国家政策不利,或代乎职责,或泄露职物上之机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损害,有确实证据者 三,违抗政府重大政令,或严重伤害政府性欲,有确实证据者 四,涉及贪污案件,其行政责任重大,有确实证据者 五,图谋不法利益,或严刑不检,致严重损害政府或公务人员生育,有确实证据者 六,胁迫,公然侮辱或诬告长官,情结重大,有确实证据者 七,挑拨离间或破坏纪律,情结重大,有确实证据者 八,矿值继续达四日,或一年累计达十日者 第十三条 考纪评分之依据及限制 一,平时成绩记录及讲成,因为考纪评定分数之重要依据 二,平时考核之供过,除依前条规定抵消或免职者外 曾继二,大工人员,考纪不得列以等以下 三,曾继一,大工人员,考纪不得列并等以下 四,曾继一,大过人员,考纪不得列以等以上 第十四条 考纪之执行 一个机关对于公务人员之考纪,应有主管人员就考纪表项目凭你 递送考纪委员会出核,机关长官复核,经由主管机关或授权之所属机关核定,送权序不权序审定 但非于年终办理之令与考纪或长官仅有一级,或因特殊情形报经上级机关核准布设置考纪委员会时 除考纪免职人员因送经上级机关考纪委员会考核外,得竟由其长官考核 二,考纪委员会对于考纪案件,认为有疑一时,得调阅有关考核记录及案卷,并得向有关人员查询 三,考纪委员会对于你与考纪列丁等级一次纪二大过人员,处分前应及与当事人陈述及申辩之机会 四,第一项所称主管机关为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五院,各部,会,处,局,属于同层级之机关,省政府,省资议会,直辖市政府,直辖市议会,县,市,政府及县,市,议会 第十五条 考纪委员会 各机关应设考纪委员会,其组织归程,由考试院定之 第十六条 违反考纪法规之处分 公务人员考纪案,送权序不权序审定时,如发现有违反考纪法规行事者,应照原送案程序,退还原考纪机关令为是法之处分 第十八条 年终考纪与专案考纪执行 年终办理之考纪结果,应自次年一月起执行,一次纪二大工专案考纪即非于年终办理之令与考纪,自主管机关核定之日起执行 但考纪应与免职人员,自确定之日起执行,未确定前,应先行停职 第十九条 对考纪办理不公人员之陈处 各机关办理考纪人员如有不公或训私舞弊行事实,其主管机关应查明责任于已陈处,并通知原考纪机关对受考人重加考纪 第十条 考纪之保留 办理考纪人员,对考纪过程应严授秘密,并不得遗漏传错,为者案情结轻重于已陈处 第十一条 派用人员之考成 派用人员之考成,准用本法之规定 第十二条 不受任用资格限制人员等之考成 不受任用资格限制人员及其他不适用本法考纪人员之考成,得由各机关参照本法之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教育人员及公营事业人员之考计 教育人员及公营事业人员之考计,均令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施行细则 本法施行细则,由考试院定之 第二十五条 施行日 一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试院以命令定之 二本法修正条文字公布日施行 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